我有一个好丈夫,结束了四年的爱情长跑,我们终于走进了婚姻殿堂,他很疼爱我,如今又一个四年过去,老公对我依旧宠我,有时候我在想,幸福也不过如此,认识四年结婚四年,八年过去有谁还能保持爱情的甜蜜呢?我已经很满足了。 唯一可惜的是,一次意外没能生育一儿半女的,不过开心的是,我已经怀孕了,接下来我的人生肯定完美了,可是这一切犹如一场梦境。 从我开门的那一刻,被无情的击碎,这天是周末,老公出差,我一个人悠闲地喝着下午茶,看着喜欢的节目。 随着一声门铃响,打开门映入眼帘的示意,为二十多岁怀里抱着十分可爱的小婴儿,即使是作为女人的我也,被门外的女人所惊艳到,一头乌黑净粒的头发樱桃小嘴,真的很美。 她是来找我丈夫的,她说她叫倩倩,怀中的婴儿是个小男孩,是丈夫和她生的,一次聚会丈夫喝得有点多。 正巧有点仰慕她的倩倩送她回家,回家是回家了,不过回的是倩倩家。 那一夜发生了好多事,她说丈夫再一次次内疚,终和她又纷纷和和地在一起,直到我怀孕了,我没告诉她,我就是喜欢她,我要为她生下孩子,今天我就是想和你摊牌,还有让孩子见见她吧,还没取名字呢? 这是我家,你出去,我气愤地赶走了这个抱着婴儿的漂亮女人,我不相信,想哭却没有眼泪,我颤抖地拨通老公的电话,告诉了她,这个女人和婴儿的事,老公沉默了,我想我已经得到了答案,我摸了摸肚子,留下了不属于我的一切走了,结束了,也没什么好悲伤的。 喝下了从医院拿的药,孩子没了,我走了。